圣主世界的主宰就要来临 他的名字叫厄马奴儿 因为天主与我们同在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天与的心灵同在 大家平安 全父平安 在今天因为离圣诞节 离耶稣基督的当生很接近了 所以今天的读经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 他们非常的开心的看到 摩西亚或是他们的爱人已经在他们的门前 他们就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幸福地来接受爱人的来临 所以在今天我们将听雅各书 雅各书就描述这个爱情的故事 是以色列人与天主的相似爱人的关系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私人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马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求你人生的福听 你自明的祈祷 使我们以你唯一圣子的将反而欢心踊跃 日后当他在光荣 为眼中再度来临时 使我们获得永生的赏报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 雅歌 t 这是我爱人的声音 看 他来了 跳过山岗 越过丘陵 我的爱人仿佛羚羊 宛如小鹿 你看 他已站在我们的墙后 由窗口里向里探视 从窗帘向内窥望 我的爱人招呼我说 起来 亲爱的 快来 我的家里 你看 你看 盐冬已过 雨季停止 已经远去 田里的花开了 歌唱的时候到了 在我们的田野间 已可听到斑鸠的叫声 五花果树结了出果 葡萄树也开花 发出芳香 起来 我的爱人 快来 我的家里 你像鸽子 藏在岩石缝中 躲在悬崖的洞中 让我看看 你的容貌 听听 你的声音 因为 你的声音 柔美 你的容貌 美丽 上主的圣言 谈谢天主 义人 请向上主 踊跃欢呼 请你们 向上主 高唱新歌 义人 请向上主 踊跃欢呼 请你们 向上主 高唱新歌 上主的计划永恒 我们的灵魂 仰望上主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 祂是我们的救助和保障 因为我们的心灵 将因祂而欢腾 我们既望于祂的圣名 义人 义人 请向上主 勇跃欢呼 请你们向上主 高唱新歌 堂搜尽 阿玛努尔,我们的君王及立法者,上主,我们的天主,请来救援我们。 Amen.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玛利亚就在那几天起身 急忙往犹太山地的一座城去 进了加加利亚的家 就向丽莎问安 丽莎一听见玛利亚问安 台儿就在她的腹中欢悦 丽莎也充满了圣神 高僧对玛利亚说 你在女子中是蒙祝福的 你的台儿也是蒙祝福的 我主的母亲来到我这里 这是我从哪里得来的福气呢 你看你问安的声音 一进我的耳朵 台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 那信了有上主传于她的话 比较完整的女子 是有福的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全部平安 看了网络上有朋友 传给我的影片 那这影片是一个真实的 在美国发生的 是有一个男孩 他处于非常穷困的家庭 那他就每天去 从一家到另外一家 去卖一些的东西 但是那天 他非常非常的饿 他抓了他的口袋 里面也抓不到什么钱 所以他就想说 我到下一家 应该是他送报什么的 到下一家 我应该向那一家求食物可以吃 但是他到了那一家的时候 他一叫门 一个年轻的一个女性就出来 他一看到 他就没有那个勇气 要求他一些的食物 他就问了 说你有水可以给我喝吗 那这个女生看到了他 就觉得这个人 这个人应该真的是饿了 所以他没有给他水 他就拿了牛奶就给他 他就拿这个 他就喝了 真的是喝了牛奶 他就是舔了他的肚子 他喝完了 他就问 这一杯牛奶 我要付多少钱 那这个女生就说 没关系 这个送给你 我们家就是这样 我们受到的教育 如果有人需要 我们就要帮助他 刚好你就是来到我们前 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帮助你 过了一段的时间 蛮长的时间 这个女生她就生病了 送到医院 那在他们家的那个乡下 也没有好的医院 送到城市里 以后 有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医院 有一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医生 就告诉这个医生说 请你去看这个病人 因为这个病人 他的那个病况是不一样的 罕见的病 所以这个医生一听到了 他就去 他到了那里就听到说 这个女生是从这个乡下来的 他一看到她的名字 一看到她的脸 就认出了 这个就是给他牛奶喝的 所以他就想各种的办法 他每天每天一定会来 来照顾这个人 到最后 真的是他赢了 赢了意思说 这个女生就被治好了 治好之后 这个女生因为在医院 她住了蛮长的时间 她有一点担心 担心她付不起这个医疗费 但是这个医生就跟他们讲 把那个医疗费的那个单子给我 他就看了 看了以后 他就上面就写一些字 把这个费用的那个单子 送给病人 病人他受到了 他非常的紧张 那今天我应该是怎么办 那费用应该是很大的 但是他慢慢地打开 一打开 他就看到上面写的 你的医疗费 已经以一杯牛奶付清了 这个人他一看到这个 他就想起 他曾经帮助了一个小男孩 那这个小男孩就变成这个医院的医生 就是他的治疗医生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这个男孩 他先被祝福 他受到了一个祝福 是这个女生给他的祝福 以后他所收到的祝福 就一直开始有变成一个连结 他也把同样的祝福 去祝福别人 也刚好也是回到他身上 祝福这个女生 好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所听到的 在路加福音里面 祝福 这个福这个字 是路加福音的主题其中之一 在路加福音 这个福是在今天 透过丽莎的口 是第一次出现的 第一次出现的 所以丽莎她怀孕 怀孕了 她就长生五个月 她怕 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 可能就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怀孕 可能是太丢脸是什么的 所以她就长生五个月 第六个月 圣母就来陪伴 那她看到了圣母来的时候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她的腹中的胎儿 就开始跳跃 开始跳跃 以后丽莎就开始祝福 她祝福的是 圣母被祝福 圣母抬儿也一样的受祝福 那这个祝福的原因 我们就看在后面 那相信了天主的话 在她身上要完成的女子 是有福的 那这个女子是谁 就是圣母玛利亚 她相信了 虽然是不可能的事 虽然是不可能的事 是她没有认识男生 没有结婚 就是这样的 她怀孕 她相信 所以丽莎就说了 那相信天主的话 在她身上完成的女子 是有福的 所以这个的福 是来自天主 天主是她的福气的来源 那这个的福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 丽莎开始 后面的 我们将会听到 圣母回 丽莎的赞美诗歌 她也是把这个祝福 再重复一遍 万代的人都要成为有福 这个的福又出现了 以后 丽莎在她的诗歌 虽然这个福 这个字没有出现 但是充满着福 新墨王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的福 意思说你把这个福拿出来 与别人分享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连结 别人也会得到祝福 所以从今天我们 这个福音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也是要学习 学习把祝福 与其他的人分享 圣多玛斯他说 分享的祝福 是加倍的福 加倍的福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圣诞节 那个好的气氛 我们不忘记 把天主的祝福 分享给其他的人 让别人也得福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 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念心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以你的旨意 为卷神 祝你帮助我们 全心全灵全意全力 相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争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达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神圣女的绑架 终身是光明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神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神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使命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尸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肖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操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稍微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脚脱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我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尝给我们主用的食粮 求你关注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关注别人一样 不要乱我们先以诱过 但救我们免于凶惑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祂为主要恳求降临 大爱我终天上 祂为主要恳求降临 安排我终能天如墙 断绝连绝如酒 祂为主要恳求降临 欢喜欢喜欢喜一生眼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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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